实际上我觉得作为发言人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要让人们群众更加全面的 更加深入的了解政协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它在国家的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024年全国两会正在进行 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刘洁一 在接受中兴社记者专访时手谈身份的转变 3月3号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刘洁一首次以全国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公开亮相 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过去的75年来 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担任会议的新闻发言人要讲好这些方面的故事 我觉得讲好的这些方面的故事 实际上也是让人民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刘洁一长期在外交系统工作 曾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多边舞台上代表中国发言 他在回顾联合国工作经历时说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中国的理念方案中很多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所以在那样一个场合 我觉得代表中国发言能够把中国的声音 融入到推进人类进步的进程当中 融入到推进多边主义的进程当中 融入到共同构建一个更好世界的进程当中 我觉得那个是深深地感到了我们国家的力量 我们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影响力 作为全国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 刘洁一再次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他说海内外媒体将本次政协会议的情况 报道到全世界 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了解民主协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际运作 了解中国成功背后的密码 作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刘洁一表示 分析研究外部环境 加强对外交流交往 介绍中国理念方案 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工作的重要内容 可以继续推动更多对外交流交往 今年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形势依然很很与杂 可能地区热点问题也接连不断的出现 会给我们的外部环境带来新的不确定性的因素 怎么样更多的开展对外交流交往 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的发展 对世界是重大的利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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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